Hello 大家好 各位命運好好玩的粉絲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舒芬老師 歡迎今天跟我們一起來收看 開運10分鐘一點你就通 今天的主題比較特別 那當然也希望大家能夠跟我們follow這10分鐘 幫舒芬老師按讚分享送健康喔 今天的主題其實比較防疫一點 為什麼我們應該這樣說 今天我們的主題就是要師佛送健康 那麼希望舒芬老師可以透過直播 然後把要師佛送健康這件事情呢 分享給大家讓我們大家一起避過疫情 然後我們大家一起都健康平安喔 最近疫情的關係啊 舒芬老師這邊很多命主都跟我反映說 老師我又不能去拜拜呢 不然我每天齁早上啊 都要去那個龍山寺或是行天宮啊 去那邊打坐 我才覺得好像今天有這個開始 那因為現在宮廟的都已經關閉的關係嘛 所以很多人呢都會覺得說 好像沒有去拜拜或者是沒有去禮佛 他就會有暢然若失的感覺喔 那在這邊呢說老師也要 也聽到大家的呼喚了 所以呢今天我們就要來介紹一個很重要很重要 在佛教世界裡面很重要的佛陀就是 藥師佛喔 好 那麼現在有在看這個直播的人呢 請幫舒芬老師按讚還有分享 為什麼要按讚分享 因為等一下呢希望你的按讚分享 就可以把這個健康平安也一起送給你的家人跟親朋好友喔 這個很重要 好來看一下 有沒有人來打個招呼呢 好 好 那在這邊的話來先跟舒芬 不是先跟舒芬老師我在幹嘛 好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藥師佛 好 藥師佛呢 他是什麼 我們不能講藥師佛是什麼佛 藥師佛最主要啊 他的全名叫做藥師流離光如來 那麼呢 藥師佛在過去實踐他的菩薩道的時候 他曾經發了十二大宏願喔 最主要他就是希望這個世間再也沒有疾病 再也沒有傷痛 而且能夠消除一切的魔障 藥師佛成佛之後呢 他始終啊實踐著他的這個大願望 大悲願喔 因此在佛教一般用來祈求消災延寿的 我們都會向藥師佛祈禱 那麼藥師佛呢 一般來說 我們也會叫他稱呼他為消災延寿藥師佛 好 那麼呢在這裡要特別特別的介紹藥師佛 來大家看一下下 好藥師佛的佛光啊 為什麼全身是藍色的而不是金色的啊 在這邊呢 說老師要特別的跟大家分享這個 很特別很特別的藥師佛喔 那麼呢 藥師佛的佛光它是藍色 但是這個藍色呢 並不是普通的藍色喔 它是跟天空顏色一樣的天藍色 因為天空一直象徵著光明 象徵著和黑暗和疾病鬥爭的顏色 所以藥師佛的法身呢 就是天藍色 也代表我們這個法身一切光明 帶給我們信眾呢 也是一切光明 再來呢因為藥師佛啊 它是佛教東方近流離世界的教主喔 而流離高貴的流離它大部分都是藍色的 所以呢民間流傳下來的藥師佛的佛像也都是藍色的 再來藥師佛它代表的是一種平息消除 平息業障消除疾病的意思喔 所以呢我們要平息傷痛平息各種的痛苦 我們希望可以一直保持健康的話呢 這個願望是我們永遠很久不變的對吧 我們希望這個消除疾病 消除疾病維持健康這個願望呢 是一直很久不變的 那什麼顏色是很久不變的 就是天空的天藍色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藥師佛的法身呢 就是天藍色的 代表它可以消除眾生的一切疾病 還有眾生的一切痛苦喔 所以如果我們希望可以消除疫情 消除大家很擔心的一些病痛 我們都可以向藥師佛來祈求喔 好那麼呢就有人問我喔 大家呢會問我說藥師佛的法器怎麼 好像跟大家不太一樣 沒錯大家看一下藥師佛的法器在這邊 好那麼呢藥師佛手持藥波 或是這個有蓋的藥壺 那麼這個藥波跟藥壺裡面放的就是靈丹妙藥 也就是能夠治癒我們身心疾病的靈丹妙藥 然後因此呢藥師佛通常呢就是平息什麼疾病 最主要最主要我們向他求的佛 那麼也希望今天呢大家可以趕快把這段直播分享出去 因為等一下舒緩老師就要教大家怎麼來祈送藥師佛心咒 怎麼跟藥師佛祈求健康 那麼有看到這一段直播的人呢幫我分享出去 也把健康跟平安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喔 我相信呢在這一段疫情時間裡面沒有什麼比健康平安還要更重要的祝福跟禮物了 對吧好那現在呢舒緩老師啊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今天我要特別介紹藥師佛 最主要是因為呢 舒緩老師曾經有一位命主化名好了 我們介紹一個化名他叫做小玲喔 那麼小玲呢他的家裡面有兩個兒子 那大家都知道兩個兒子的家裡面通常很活潑喔 對不對方方方方的 那小玲呢跟所有的媽媽也一樣啊 他也是非常關心孩子的 可是呢他的孩子帶給他的 呃責任是蠻重大的 怎麼說呢 他的小兒子啊身體不太好 常常很容易發燒 那一發燒呢可能他一星期半夜發燒 只能受哪裡送急診 所以小玲的工作狀態就沒有辦法太好 為什麼 因為小兒子半夜送急診 他隔天要怎麼好好上班 其實有點困難對不對 我相信當媽媽的人一定都知道 再來呢 他的大兒子比較大一些 大兒子大一些的話呢 剛好念到國中 大家都知道國中啊 青春期有點叛逆喔 好那這個小玲他當然就常常是身心交瘁的 那他跟我來諮詢了好幾次喔 都跟我聊到他家裡的狀態 那麼剛好他們家呢 一直都有在供奉釋迦牟尼佛 那我就建議他說 你要不要多供奉藥師佛 當然釋迦牟尼佛有保佑 非常棒 可是呢就這個小孩子的狀態 我就建議他多供奉釋迦牟尼佛喔 那麼這個釋迦供奉 啊對不起 多供奉這個藥師佛喔 那麼其實供奉藥師佛的方式呢 真的真的真的沒有非常非常的難喔 那麼我就建議他說在這個釋迦牟尼佛的旁邊呢 多供奉一個藥師佛 那麼每天早上大概10點11點的時候 他可以呢擺放這個菜碗 素菜啊或者擺放或者是清水清茶等等喔 那麼呃呃 對不起 那麼這個擺好這個菜碗清水清茶之後呢 他就可以開始拜讀藥師佛的佛經 還有持藥師佛的心咒108遍 那麼這個淋巴108遍之後呢 這個飯菜和清水清茶就可以供全家人一起使用喔 那麼小玲就有跟我分享 欸其實這個效果來的非常非常的迅速很快 大概在三四個禮拜之後 他說他的小兒子呢 就不再常常半夜發高燒 那大兒子給他的反饋呢 更讓他覺得很感動 為什麼他的大兒子啊 就不再像以前這麼樣的叛逆說一句頂三句 為什麼 因為呢 藥師佛有平息 剛剛我們有說 他有平息和平靜的效果 所以他兒子那個叛逆之心就被平息平靜下來了 那麼念完這個藥師佛心咒之後呢 他好像知道說欸 雖然念書不是他在行的事情 但是他一定要好好念書 因為將來出生會這個學歷還是挺重要的 那麼小兒子呢更是不錯喔 他不但身體越來越健康 而且他會跟小玲呢 不時的念誦這個藥師佛的佛號 讓小玲真的覺得鬆了心裡的一口氣 那麼舒芬老師呢 當然也常常會送持藥師佛心咒 舒芬老師送持的方法是 在我要喝水的時候 就早上我要喝水 我會堆一壺水 那麼呢 送持藥師佛心咒108點 那麼再把這個水喝下去 那喝這個水呢 有一個最主要最主要的好處是什麼 他可以讓我們的原神光彩 讓我們的身體健康 那麼原神光彩身體健康 對於女生來說最重要是什麼 當然就是可以讓我們 越來越有精神 甚至呢 有的人比較更厲害的 他的老公跟他另外一半 都會覺得他怎麼樣變漂亮了喔 所以呢 大家希望自己越來越健康 越來越平息這些疾病的煩惱的話 那麼等一下更不能走開 因為舒芬老師呢 就要帶著大家一起送持藥師佛心咒 讓大家都可以招健康招平安 然後也希望可以把我們這一段直播分享出去 因為等一下當我們在分享心咒的時候 這個當下呢 我們也把健康一起分享給我們身邊所有的親朋好友 所以等一下接下來的這個直播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喔 那麼藥師佛是一位慈悲大愛的醫師菩薩 他是大醫王 能夠幫我們眾生消除一切的苦難 增福嚴寿 把我們的苦帶來我們的平安 好 現在呢 請大家跟我們一起呢 來準備要進入這個藥師佛心咒的境界囉 那麼舒芬老師就要來帶大家念這個藥師佛的心咒 也希望把我們這個藥師佛的心咒分享給大家喔 好 來 這個藥師佛心咒的利益很多很多 嗯 親朋好友如果生病難過 持藥師佛心咒 108遍 然後加在他的藥物裡面 就可以讓這個親朋好友的疾病趕快恢復 那麼如果我們自己念藥師佛心咒的話呢 就可以長保健康 那麼常年念藥師佛心咒的人呢 最終我們可以往生這個藥師佛的淨土喔 不會有墮落三二道的恐怖 也不用再受這個世間冷暖之苦 好 現在說老師就要把這個藥師佛心咒請出來了 這個藥師佛心咒呢 在這裡 請大家幫我把藥師佛心咒 呃開始分享了喔 這個太重要了 因為沒有比送健康還要更好更好的禮物了 好 那麼藥師佛心咒在這邊 請大家跟孫老師一起念 好我們來把它念快一點點喔 好如果呢可以的話我們也可以把這段藥師佛心咒 剛剛我相信小編呢 有把這個藥師佛心咒的文字版貼在我們的留言這邊 那希望有在看這個直播的人 一樣把我們的心咒重複貼上 重複貼上 表示你有收到了喔 表示你有收到藥師佛的健康了 表示你有收到呢 舒衡老師送給你的健康了 趕快把這個留言複製貼上 留下來 然後呢也把這個留言分享出去 把我們這個藥師佛心咒分享出去 拜託這個太重要了 因為送健康就是送平安 這也是功德的一種喔 好我們再一起來一起念好不好 好來 好所以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話呢 我們每天對著這個水啊 捏108遍 然後把這個水呢喝下去之後 我們就能夠長保我們的身心健康平安 也能夠避開這個疫情帶給我們的危害 那希望大家可以複製複製一下 我們這個小編的留言 複製這個藥師佛心咒貼上之後 表示你收到健康了喔 這個好重要喔 好來我們再來另一次喔 好那麼接下來呢 舒衡老師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很重要的過程喔 留言藥師新咒表示你收到健康了 分享給你的家人朋友 讓大家收到健康之後呢 舒衡老師要強調一下 念藥師咒要迴響 好那這個念藥師咒要迴響這個文字呢 等一下小編也會貼在下面的留言 讓大家好好的學習 那在這裡舒衡老師用口頭上面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麼念藥師咒 請坐以下回向喔 愿以此功德供養十方三世諸佛 再以此功德回向給十方三世一切眾生 愿眾生離苦得樂 往生佛國淨土 正得菩提 再以此功德回向給某某某 也就是我們自己的名字 或是我們朋友的名字 希望可以把這個功德回向給某某某的冤親債主 愿他們離苦得樂 往生佛國淨土 正得菩提 再以此功德回向給我們自己 好回向給我們自己 或是我們的親朋好友 愿某某某業障消除 病症痊癒 身心恢復健康 好這個藥師咒的這個回向呢 稍微長一點 所以呢 我們的文字版 會請小編在下面貼給大家 做很重要的分享 當我們念完這個藥師咒 108遍 那麼我們就要再做一次這樣子的回向 那這個回向其實很重要喔 表示我們的心 我們的靈 您都已經收到了這個藥師佛心咒的五等功量喔 那麼也把這個五等功量 分享給我們的親朋好友喔 好 那麼呢 此這個藥師佛心咒的功德 專除病苦 專除疾病 希望我們能夠消除一切的罪业喔 那麼希望大家呢 在今天之後 可以跟舒文老師 我們一起來念壽念食 這個藥師佛心咒 讓我們能夠為自己 為我們的親朋好友 甚至呢 為所有的台灣同胞同心祈福喔 這個很重要喔 好 那麼在這邊呢 也很高興大家 今天來參加我們的這個開運10分鐘 一點你就通喔 好 在這邊我們再一次呢 我們成心祝願 我們這個台灣的島 還有我們身邊所有的親朋好友 都能夠平安健康疾病遠離 謝謝大家 那也希望大家能夠幫我們分享 把這個藥師佛的健康送給大家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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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